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一只神奇辣木子 这只辣木子可以增强免疫力 亦可以降三高 又有减肥的作用 亦可以改善睡眠质素 又可以改善痛风和糖尿病 而且还可以帮助有解走的作用 这瓶辣木子有4两 68元 本身是来自印度的 而辣木子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钙质、铁、铁、铁、维生素A、C 所以营养非常丰富 它是属于一种健康食品 一般健康的人 吃下去会感觉到它的甘甜味 但如果你吃下去觉得苦味 就代表你的肝功能有损耗 如果你吃下去觉得酸味 就代表心脏或小肠 又是比较虚弱 如果你吃下去觉得有个稠味 也代表脑神经 和身体是比较弱的 有些人吃了之后会吐 有些人吃了之后会吐 代表脑、肠和肺 失去平衡 有些人吃了之后觉得有腥味 便会代表脑、肠肝和肠肝 都会有皮弱 所以很神奇 每个人吃下去的感觉 味道是不同的 但也有些人是不适宜进食的 例如孕婦 或者很小的小朋友 而且有一些气喘比较严重的人 都不可以吃这只腊木子 腊木子又可以帮助减肥 又有降火排毒的作用 而且又可以清宿便 还可以预防肾结石 对肝肾也起到保护的作用 亦可以抗菌、抗病毒、消炎 对白内障、老人痴癌 都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而且对酵喘、濕疹 或皮肤过敏的人 亦有帮助 亦可以解走、脱口臭、伸瓶 和喉咙发炎 亦可以改善 如果用来解走 你可以在喝酒之前的15分钟 吃腊木子 可以帮助你不容易喝醉 而改善睡眠质素 痛风和糖尿 亦有疗效 其实腊木子有很多功效 建议人是早五晚分三次吃 每次是一至两粒 但我自己在身上尝试一些药物 或者健康食品 也好 我开头也不会吃那么多 我开头只会一天吃一粒 或者两粒 视乎自己的身体 吃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反应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反应 即是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 才再加多一点 就好像这样说 早五晚分三次吃 每次是一至两粒 吃的方法 就是要咬了一颗 好像吃瓜子 轻轻咬一咬 把它撕掉外面的颗 但有些人在初时食用的时候 都会觉得有些不良反应 因为身体有些未适应 有些机会皮肤会痒痒 又或者觉得心跳 又或者头晕 但是如果你堅持多吃几天之后 这些症状就应该会消失 我自己的感觉 吃了之后 初初觉得它很苦 但是你喝水 你就会觉得很甜 一整杯水都好像喝糖水那样甜 但是我给了很多不同的人士 他们的反应大家都不同 有些人就觉得会甜 但有些人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亦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单 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按进去看 我其中有一个播放清单叫交游乐 是一些本地的行山片 和一些水上活动的影片 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按进去看 按进播放清单里看片 会很方便 因为它会一连串播放 还有在我的影片下面 有红色订阅的位置 你按了之后 按下小钟 选择全部 就可以订阅成功了 是费用全面的 如果终于有条片 还可以lik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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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